这只狗狗要抢银行 背着两个小孩包人模狗样 他跳上板凳 桂圆两个眼珠子一瞪 随即念出了脖子上的纸条 当桂圆扯下纸条之后 炸弹开始倒计时 桂圆被吓得眼珠瞪向同龄 起身就去金库拿钱 钱到手后 狗子大步潇洒地离开 等桂圆和保安追了过来 只能呆呆地看着狗子 登上了一辆黑色的汽车 车上狗子对着同伴大叫 这个小眼镜莫非听得懂狗语 他身上腕包了一套 果然是一个跟踪器 他赶紧扔了出去 狗狗露出得意的笑 晚上到了分赃的时候 大山提议 下次再给狗狗绑个针炸弹 以免狗狗被抓 暴露他们俩的行踪 眼镜也听不乐意了 两个人随即互相问候 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引来了附近巡逻的佛波勒 佛波勒端着枪冲进仓库 吓得大山把钱一撒 你别招我啊 我啥也不到啊 下一刻 立马掀翻桌子准备逃跑 狗狗为了掩护主人 纵神一跃扑倒了佛波勒 没挣扎两下 就被一把按住狗头关进笼子 佛波勒拿狗狗没有办法 只能把他送进了动物收拢所 碰巧 前来连碗狗狗的小胖一眼就相中了他 等小胖把狗子带回家 才知道这狗子可真不一半呢 他不要玩具也不要零食 狗子只对金钱感兴趣 这不等小胖一睡着 狗子立马就出门搞钱去了 他穿过狗门 爬过狗洞 最后他来到一家豪华餐厅 看着眼前这些包包 狗子那叫一个馋啊 他想搞点钱贴补家用 最后他选中了一个名贵包包 伸出狗头 从里面叼出了一张百元大钞 转身就撩 狗狗把这抢来的一百块 扔给路边的乞丐 乞丐拿着钱摸了又摸 还夸赞他 你这是个好狗啊 谁知下一秒 狗狗连碗全部给他带走了 这把乞丐给整自闭了 白天小胖在路边遇到一群混混 受到欺负之后 想想忍一忍就算了 但混混不知道的是 他们惹了一条不该惹的狗啊 这个狗子看着主人被欺负 他直接放大招 雕走对方包里的钱 完事了还对着包里撒了抛黄金叶 小胖看狗子都这么猛 自己也不甘示弱 拿起西红柿就是一顿暴头 回到家 狗子朝小胖的口袋嗅了嗅 小胖往口袋里扒了 是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 狗狗趴在床上呲牙大笑 随后 妈妈要把这狗子送去救助站 因为这个家实在太穷了 已经养不起狗了 狗子趴在地上 小耳一动 他好像听懂了什么 当即决定干票大的来贴补家用 当他看到一辆运钞车后 就好像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像脱缰的野马飞奔而去 然后悄悄钻进车底 刺激而动 这时保安不小心弄翻了钱袋 机会来了 狗子立马上前叼走了一袋钱 然后把这些钱藏在灌木丛中 他找到小胖 领着他一路狂跑 当小胖看到这些钱时 大下巴都要惊掉了 一人一狗握手约定 要永远守住这个秘密 回到家 小胖给了母亲一笔钱 撒谎说这是在马路边捡到的 母亲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谁知第二天 新闻上就播放狗狗的通缉令 只要抓着这只狗 就可以领巨额的悬赏 小胖浑然不知啊 还带着狗狗在街上肆意挥霍 今天所有棒棒糖 我胖公子买单 此话一出 小胖身边瞬间拖了七八十个小老弟 好巧不巧 押运车的保安也在逛街 他定睛一看 这不就是那狗贼吗 上来就怒指狗狗痛骂一顿 但这狗压根就没当回事 甚至还顺走了一条珍珠项链 这个女人脖子上的项链不翼而飞 但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是一只狗子偷的 狗子戴上项链撒腿就跑 追他的主人都排到了法国巴黎 但狗子鸡贼 最后坐上小火车 呼呼呼哭哒哭哒潇洒离开 谁知这群人竟然一路追到了家里 人人都吵着 我们要死狗又火锅 还好福伯勒及时赶到 警长告诉小胖 狗犯的事太多了 我们只能将他安乐死 即使小胖把那笔赃款交出来 也无济于事 他只能抱着狗子做最后的道别 小胖带着失落回到家中 一整天都郁郁寡欢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脑海中不断闪回与狗子的幸福画面 到了晚上 他终于坐不住了 他要去救狗 小胖趁福伯勒不注意 溜进警局 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出来 谁知一出门就被截了糊 眼睛难抢过狗狗 大山用麻袋一套 等小胖醒来的时候 已经身处一片漆黑的仓库 看着狗子回来 劫匪俩兄弟准备大干一场 然后退隐江湖 大山负责看守小胖 眼镜呢带着狗子去抢劫 他装扮成盲人混进一行 等经理现身 他立马掏出手枪 让对方赶紧去拿钱 否则引爆炸弹 把隔壁李奶奶吓得八糟 经理带着狗子来到仓库 对他一阵好言相劝 你在这儿 你最终的归宿 只能是铁锅盾了 狗狗耳朵一搭了 然后掉着麻袋就出来了 而另一边的小胖 利用玩具把大山吸引住 趁他不注意 一把抢过手枪 大山立马举起双手开始糊弄 然后立马反手得过手枪 这时狗狗冲了出来 跳上大山的脖子一顿咬 慌乱之中 大山开了枪 狗狗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 枪声一来了 佛波勒 劫匪兄弟马上开溜 车上大山打开麻袋 发现里面全是便利贴 还送了一个跟踪器 看着后面紧追不舍的警车 他们俩才知道 被狗子摆了一刀 而狗狗在救助下保住了狗命 事后警长表彰了狗狗和小胖 还给了他们一万美金作为奖励 最后狗狗生了一窝小狗崽 但狗崽子跟爹一样 还是爱财如命 影片到此结束 看完这部电影啊 我终于明白 狗贼这个词怎么来的了 呵呵